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接下来请收看波罗讲座 杨教授 还有各位师傅 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 下午好 今天我们延续上一次 跟大家谈的 所谓的业力 病毒 还有佛法防护 它是一个三个 三个命题分开来的 我们上一次 跟大家谈业力 因为业力是最基本的 我说业 这个概念 它是因为你任何的操作 它都会留下 后续的横积跟力量 那这样力量 是一种特殊的力量 它不是一种动能 它也不是一种一般性的 我们说物理性的力量 但它会表现出 各式各样的力量 因为业力 它表现为什么呢 它表现为造作者本身 所要面临的一个 Response 回应 一个回受 这种回受呢 它可以有很多种方式 我们来做个比喻 一般我们谈因果论 其实包括连基督教 天主教 像我的双胞胎弟弟 他是基督徒 那我就问他说 你们在宗教里头 谈不谈因果 他想了一下 他说也是也谈因果 他怎么谈因果呢 比如说我对他的 我对我的上帝 怎么样子做了 那将来我就会从上帝那里 得到一份怎么样子的回报跟应许 我说对啊 这就是一种因果 那物理学上也是讲因果 那么这个 那因果那这样的话 佛教讲因果 你们应该不会有太大怀疑吧 他就保持保留了 也就是说 一般人在谈因果的 大概不太会 会直接去反对他 你比如说 好好的看书 大概会得相对高一点的分数 或者比较有可能 对吧 那这些要是没有因果的话 那你努力干什么呢 努力就与结果不成 不成一定程度的比例 那这样的话 世间没有努力可循 好这第一种 第二种 法律也是一种因果呀 你做什么事情 然后被判定说 这些事情在国家的法律上 是怎么看待 因此你就会遭受什么果 所以这也是因果 这种因果 一般人也大概不会反对 但为什么佛教谈因果 却给人感觉 还好 我不需要信到那样 这个我不晓得诸位 在高中的时候 有没有读过这一段 我手里是有这么一本 我是为了将来让我比较有空一点的时候 我打算纠集佛教界的一些大佬 要去做一些澄清 他文上是这样写的 梁武帝沉迷佛教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读到这一段 有吗 你们没有是吧 万幸 因为我知道现在是课纲嘛 OK 他课纲的话 可能你们读的那一本不是 我手头上就有一本 他上面就这么写的 我还请人家帮我画重点 梁武帝沉迷 沉迷 你晓得我们一般在中文里头讲沉迷 大概只有沉迷女色 沉迷酒色 沉迷赌博 这叫沉迷 现在还可以加上一个沉迷打电动 可能是这样叫沉迷 但怎么会对宗教叫做沉迷 那我都出家了 我算不算更沉迷 糟糕 那比如说这样意思 也就是说因果好像在一般人 包括科学家 似乎都不会太反对 但为什么谈到佛教的因果的时候 会有人甚至于用到一种沉迷 这种概念 那也就是说 因果在一般人的眼里 他是可以信到某个程度是吧 在下一个程度就不能信了是吧 这就是值得我们讨论 因果会不会随时间空间 还有谁你个人的主观观念 而有所谓的信之有则有 信之无则无的呢 你对于这个肺炎的病菌 这新冠肺炎的态度 你敢说你信他有就有 信他没有就没有吗 你一定不敢 我上次来的时候还好 在大门二楼就进来了 现在不是 现在我还没走过去 那位工作人就冲过来了 然后就冲一下 然后就 然后又第二个人再冲过来 对我的额头扫描 接着还不能走 还得怎么样 还得要key 身份证字号还名字 但我就开始想 这电脑有没有消毒 是不是应该key完了之后 再帮我再消毒一下 为什么 我也怕因果 光那个电脑就不是 如是因如是果吗 也就是说 人类从来没遇到这次的 这种世界大战状态 这个川普说 他是准战争总统了 他这么自己宣称 他说你进入备战状态 不是 大战状态 那我们都没看到 那我们相不相信 存在侥幸呢 我们都不敢 所以说 我们在相信因果的 严密性的时候 似乎肚子里头 每一个人心里头 存在了某一条尺度 当这个尺度呢 如果是被媒体 啪啪啪啪讲的时候 好像刚刚杨教授讲的 连卫生纸都可以抢 然后呢 那也是一种因果 因为这个肺炎 然后可能造成封城 封城之后物质短缺 所以我以后 我上厕所没东西可以插屁屁 所以我赶快去买那个 他大概是这样想嘛 这不是因果吗 这就是那个因 我一直延续一下 而且你居然可以超前部署 不是应该超前抢 不是超前部署 那你就可以这样做 换句话说你相信那个因果 相信到超越一般人的水准 不是吗 所以佛教的沉迷 也不过就是一般水准而已 为什么你叫他沉迷呢 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我们对因果的信仰跟相信 其实我们自己拥有一把隐形的词 在某种conversation 超越你的conversation之后呢 你就会觉得说 那大概不是吧 比如说你相信 你们相信因为有因果 所以你势必会有轮回 有吗 这两件事会连在一起吗 你就这样想 然后我再说一遍 因为有因果 所以人类遭感这种病毒 这种业力所形成的病毒 也是必然的 会吗 会不会太扯了 开始有人这种想法了 那我刚刚不先说吗 当我们对因果 刚开始我们对他的相信 没问题 慢慢的呢 我们自己心中拥有一把尺 然后开始就觉得说 这样子因果我相信 那样子因果我觉得太过了 就开始这样了 这个事情不要说你我 会遇到这种问题 其实我最近在事理在讲 这个1500年前的一部书 一部书 那是天台中的重要书 那本书上写的说 他研究当时 在2500年前的印度的哲学外道 外道 外道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 相信因果相信错了 相信因果会有错这件事情 要不要说几样 你觉得很好笑的事 你知道吗 印度到现在还有这种人 干嘛 他这样站 他的修行是这样做的 这样注意看 注意看这样 看到没有 我的脚立起来这样 叫做金鸡独立 干什么 他说这样叫学 不好听 我没有骂人的意思 叫学鸡 学那只鸡 为什么 因为曾经有他们的祖师在禅定当中 注意听 在禅定当中 看到一只鸡升天 升到天上去 你要知道所谓的天是什么意思 天 你可以这样讲 天龙国 听懂吧 天龙国就是在那里的生活很OK 很自我完成 然后很自在 然后自以为高人一等 是的 有这种生活空间 那个时候佛教给他讲 叫做天 然后他看到一只鸡这样子 还有 还有 这个也有 在印度到现在还有 是怎样呢 吃东西的时候 学牛 然后一直吃 一直吃 还要把东西放在甲两边 嘴巴甲两边 因为人没有三个胃 牛有三个胃的样子 然后他用这样 他说牛可以升天 因此要学牛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叫做苦力 苦力修行者 他怎么苦力法呢 他说我在太阳底下 要给他晒 晒了之后我就受苦了 受苦之后 我人生的苦就被晒掉了 然后晒还不够 还要怎么样 躺在丁床上 所以你听过 印度有躺丁床的 是这样 还要躺在丁床上 被太阳晒 他说怎样呢 他就 他有一套逻辑 他说吃苦了苦 吃苦了苦 好像对 这样吃法的吗 OK 所以没有错 相信因果 好像是一个根本见解 但是呢 从相信因果 到什么因果 可以继续往下相信 他的意义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因果 那在佛教里头就出现了 所谓的什么 所谓的正因果跟邪因果 也就是说本来因果不是这样算的 不是这样看的 但你却会看成那样 把它非因即因 比如说鸡 做一只鸡或做一条牛 不是保证你升天的因 注意 因 他要升天 印度有很多人想要升天 他并不是想要成佛 他想要升天 升天可以 比较有五欲乐 成佛的话 在他来讲太遥远 太难了 他说他不想 他想要有五欲 五欲乐就是说才设名十岁这一类的 就是说有这些世间的男女 饮食 名利地位等等这类这样 所以他要升那个 那他把它当一条牛可以 你想想看 我们想也 我们大概想这牛怎么可以呢 但他就这么认为 OK 好 这就是邪因果 那今天我们要来谈 业力跟病毒 那这当中有没有一个 邪因果的案情在那 还是一个正因果在那里 这就我就要先厘清 不然你会认为 你听完了你还搞不好 这失误迷信 我告诉诸位 大家应该上一次我介绍过了 我就成大物理系的 所以我应该是有一点逻辑概念 我不会随间相信那种没逻辑的事情 那么因此 我们要讲的是 佛教谈因果 确实也面临了我们现在人类自己会感受到 因果的生前怎么样 因果的正确与不正确怎样 也就是所谓邪因果 跟正因果 那在佛教的态度里头是 正因果它可以一致贯穿到什么 生命的样态 这种样态是怎样样态 是指凡夫生命的样态 跟圣人生命的样态都一样 我在这里先讲一个故事 就陈前应该在宋朝的时候 那么有一个禅师 那他在讲经说法的时候 一直有一个人来听经 那个人的长相 就你说他是人嘛 是人 但直觉来看 有禅定的老法师来看 他就知道说那不是一般人 应该你知道寺院很多是在山里 山林里 那应该是某一种动物 有能力化现的人 所以他那个眼神是不太一样 他就一部小的经讲完了 讲完之后大家就 谢谢师父 那天讲经圆满大家回去 回去他就坐在那里 第一个位置 他看左右都走了 老法师也给他这个机会 故意慢慢收东西 他就过来 顶礼一拜 跪在那里 不起来 他说明乖你起来 让我跪着说 他说好 请问 我都来听你讲经 我知道您是大德 那么有修有为 但我有一个事情不明 真想求你帮忙 他说好 他说不瞒你说 我是狐仙 我说老法师 在佛门里头 没有什么新鲜事 你懂吗 所以OK 狐仙 OK 那好 没关系 你是狐仙 那有什么事 他说 我是狐仙 但我的上一世 是个修道人 是书家人 那这就有点让人惊讶了 那怎么会立刻就变狐仙呢 你要知道生命的那个夜感关系 它不是开关switch 所以这个因马上变那个果 或者是上一世好好的 立即性的变怎样 那一定要有个原因的 不然它是那种滑坡型的 不是悬崖型的 你诸位了解意思吗 因果夜暴 就像我种一颗稻子 不是说今天一颗种子 明天砰 长出一整株来 对吧 它是慢慢长出来的 你过去不好的因 现在也要在不好 要受那个不好的果 你是有机会的 因为它是滑坡型的 在这滑坡当中 你有机会做动作 让它转弯 让它停止 那是可以的 我做一个比喻 我把这故事我要讲下去 我先做一个比喻 我问你 一颗盐巴这么大一粒 这么大一粒好了 这么大一粒 我叫你现在把它吃下去 你觉得怎么样 吃完饭之后 你把整颗吃下去 你觉得怎样 一定很难下咽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可是如果你想想看 如果我把它泡在 3000cc的水里 溶掉了 然后让你慢慢的 今天喝个三杯 等一下再去跑一跑 操场再喝个一杯 OK 很快喝完了 你会把它吃下去 有没有 有没有 有 吃的方法不一样 对吧 是不是 对 接受因果 是有好多种方法 没有说 我会被劈腿 就是过去必定的 那个一定的因 一定是我过去劈人家 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是这样 搞不好你过去 就是害人家 但是你有忏悔 所以他现在用批 来还你而已 没有用到害你 来还你 都有可能 所以说 那个不是机械性的因果 然后我讲回来 那位先生 那位狐仙 他说 但是我有一件事情 一直不明 我是因为那件事情 悬崖似的 刹那之间 转变成野狐仙 所以我很痛苦 他是一个概念不清楚 一个概念不清楚 可以让他遭感成为 从人到下一次 立刻变成狐仙 那你就看 那就知道了 因果利害是什么程度 他可以很慢 滑坡慢慢来 他可以很快向瀑布 他就这样 你知道为什么吗 来我问你 有一个人笑笑的笑你 你这家伙 你看每次考试都考得这样 我就说嘛 吃得肥肥 那看起来就呆呆的 好朋友 随便这样笑笑这样说 你觉得有点动怒 他不会太怒 好朋友嘛 他也没讲那么 讲那么喝烈 讲那么真 但是如果有这么一个人 你跟他姻缘就不好 然后他就在看 你呀考那么多分 已经算多分了 我看你呀 根本不配读成大 他讲得好真 好实在 而且他平常跟你关系又不好 你觉得这两种人 对你讲一样 类似这样的话 你对他结果怎样 这两类人结果怎样 你一定对后面这个人更气 第一种他讲得好真 第二他讲得好狠 第一种人呢 虽然也讲得不太重听 但还好啦 又带一点笑话 我觉得他不是那么当真 虽然也有可能不太舒服 你看看 所以单因不成果 一定要助援成果 也就是他单独的 要笑你的那两个人 他其实用出来的方法是不一样 结果会造成你所受的果 以及所受的感觉是不同 那我们这位修行人呢 为什么他会那么立即性的 变野狐呢 是因为当年他在禅定中 他自己是修行的 这位野狐的前一生是在修行 他对于因果的认知呢 有很坚固坚强的自我意识 但是他认错了一件事 什么事呢 有人问他 他说老法师 就是现在讲那个狐仙了 说有一个人来问那个狐仙 那当时他是老法师 然后就问他说 老法师老法师 到底佛菩萨圣人修行 还落不落因果 落这个字不能写 落这个字的意思是落 落是落下去那个落 对不对 那意思是指着说 被因果所控制 这样听懂意思吗 这叫落落落 你落入了那个因果这样 或者讲白一点就是说 造恶因受不受恶果这样 圣人大修行人 大修行人受不受这种因果 他就跟他讲说 大修行人不受因果 他是很真的在讲这句话 这句很真的感觉 使得他怎么样 内心里头产生一个邪见因果 因为他自己是真的这么认为的 邪见的因果呢 会遭感成某一种什么 某一种精神状态 这种精神状态就是不正 因为他认知是邪 认知是邪的话 使得他有功德 但是不能够受用修行的这个功德 结果他就堕落为畜生生 当然其实我们以前的长老有解释 他说其实这个故事当中 不会是单一这个原因 那个应该是我们一般讲的 叫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是单一因缘这样 但是在记录的时候 他知道说那是最主要的原因 诱导他这样 可见他一直不懂 还是不懂 他变成野狐生的时候 他有过去的宿命通 他知道他过去是什么 结果他就来听经 他有那个能力 他有修行的能力 他就化成人形来听经 来听经的时候 他就问了这件事 故事就讲回来 他就跪在那里问 那个老法师听得很怜悯他 然后就跟他讲说 好 我们在还原当时的情况 你在现在 换成你问我 你当做是当时那个问你的人 因为你还迷糊嘛 那这样好了 我当做是你 你当做是当年问你的人 现在你替当年问的人 再问我一次 他这就是一种心理学上面的医疗 就是回复当时受害情境那个状态 我读过心理医疗 资商的人他都知道 要恢复到那个状态 比如小孩子的时候 要在妈妈当时 没有得到妈妈的爱 那现在我们要 要建立一个那种类似的感觉给他 给他去缓和 当时心灵的缺乏 有点这种意思 那古人都懂这个道理 他就说好 那你这样 现在你再问 换理问他就问说 好那我就请问老法师 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 他就这样回答 等他讲完落不落因果那一刹那 那位讲经的法师 很大声的吼回去 他就跟他讲 落因果 大修行人只是不媚而已 他做错了还是落因果 意思是这样 他说大修行人不媚因果 不是不落因果 不媚是什么意思 媚是指迷糊的意思 也就是说大修行人 他做错事还得要面对做错事的因果果报 他之所以不会有这种恶果报 不是因为他在因果当中可以乱做 不是 是因为他认清正确的因果法则 他不再受错误因果法则的迷惑 他这样听完那句话的时候 当下就 一字之差落也乎之声 我的知见 我的因果概念原来弄错了 注意 我开宗明义就讲 大家基本都相信因果 但是因果概念很深 常常会被你错认 常常会被你错认 这种错认造成了身心煎熬 不要说落也乎生那么严重 身心煎熬 比如说我都已经这么K书了 为什么我考试还考这么差 你要知道K书只是让你考试好一点的 很重要原因 但不会是唯一原因 就像努力赚钱 是不是就一定赚很多钱 那是努力赚钱是赚很多钱的重要原因 但不会是唯一原因 你每次如果这样 因为赚不到多钱 或考不到好成绩 干脆我就不努力 那这样的话你是什么机会都没有 像这种观念就是错解因果 少看了因果当中的源 那因此我们来谈说人类 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里头 有两种业 业力 都是因果来的 第一种是什么呢 你看 集体去杀 就会有集体受果报的情形 比如说相约 我们法律当中不是有伙同抢劫 伙同杀人吗 那这个当然伙同的时候 只要这几个人通通互相咬出来 这几个人的共同罪状名义是一样 但是他会再抓一个叫做 为首之人是谁 那么跟班的是谁 所谓的主犯重犯是谁 对不对 因此判刑就会有高跟低 但是名义基本是一样的 这在佛教里头也一样 说众生我们一切的人类 面临的这种病毒状态 是一种共业 就像我们说那群小偷一起偷东西 他都有一样的罪名一样 人类你看看 我们来看看 今天我们怎么说中国大陆怎样 我们倒没有谈政治 我说世界上对于 对于这个从 连中国大陆都承认 这个病毒是从武汉发生的 他只是讲了一句话说 虽然从武汉发生 但是那个病毒是从美国带来的 但是你怎么讲这个话嘛 对不对 但最终他承认一件事 是从武汉发生的 OK 那武汉发生 好歹就传遍中国嘛 为什么传遍全世界呢 因为中国人到全世界去 对吧 那为什么意大利这么严重呢 你知道意大利有一群人 是中国人在那里做生意的 你知道什么吗 温州人 温州人他怎么做生意法 温州人非常会做生意 很早以来我们就知道 温州人很会做生意 他怎么做呢 他到意大利去 帮意大利 他是在中国大陆 帮意大利的什么 手工名牌代工 代工 那代出来工呢 真的就是所谓 我们讲的意大利名牌 真的是这样 他还用很低廉的价格 很低廉的价格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意大利很高兴 因为有赚钱 本来我在意大利造一个名包包的话呢 大概成本一百块 到了温州去造的话 剩下二十块 我更赚 这个时候的意大利人是什么感觉 有中国一切万事OK 这个时候他就跟着这个温州的这个关系就很深刻 那温州人也很乐意的做这个生意 没有问题啊 我二十块我一样赚 这个是公平交易嘛也没问题 但是同时呢 温州人又把温州的某一些手工品呢 当他带过去意大利的时候 同时也卖温州的东西 所以温州人其实他是赚两 他是一趟来回他可以赚好多两手就对了 所以大家得利益啊 因为大家得利益 那么在意大利这边来看的话就是我从你中国这边得到了廉价的劳工 当然现在不一定了啦 廉价劳工那这样这也是很好的啊 本来就是市场机制嘛 没什么不对也没什么政治问题 好那就这样 结果结果呢结果习惯于 习惯于对于这样子的大陆来的人是没有设防 等到感染发生的时候 因为大家知道这种感染没有人 没有人什么刚开始三五天没什么感觉嘛 那就这样嘣嘣嘣带过去 带过去偏偏意大利呢是老年化比较严重 所以他的死亡率仅次仅次于中国 死亡人数仅次于中国 原因是这样子来 好那请问他为什么会遭受这样 第一个他本来的体质就是老年化比较严重 第二个是怎样 他在刚开始的时候 就对中国的这个比较廉价的手工关系呢 就更加的深刻 因此人员的交流是非常之多的 多到比欧洲其他国家还多 你知道吗 那意大利 那结果意大利本身又有什么 又有一些低阶劳工了 到瑞士 中欧那一代去什么样 去赚取更高额的手工 这个一般清洁工啊 什么工的这一类的钱 那结果他们又往欧洲那边去传 整个事情是怎样来的 整个事情是 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的经济互动的需求量 很密切 你已经得这个好因了 你得这个因了 因此